好的 继续我们的《我与一带一路》系列节目 我们将把目光的头像和《一带一路》建设有关的不同的肤色 不同国家的普通人身上 通过他们讲述在《一带一路》这一时代背景之下 不同的人们所经历的变迁 那么今天我们就带您前往非洲 地处东非的埃塞俄比亚人口是1.02亿 那么这里是享誉世界的阿拉比卡咖啡豆的原产地 但同时它也是全世界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魏涛是中国企业在埃塞俄比亚建设糖厂的项目经理 经过他和他的同事们数年的努力 终于是做到了让每一个埃塞俄比亚人 每天的早餐里都能够加一勺食糖 由于国内基础建设才刚刚起步 农业和工业均处于初始发展阶段 埃塞俄比亚普通消费者的饮食结构相对单一 吃糖是当地人补充能量的最便捷途径 在巨大需求的推动下 埃塞俄比亚政府近年来多次举办糖厂建设招标活动 来自中国的国头中城集团 以高效的施工速度和优质的运营管理脱颖而出 承担起了为埃塞俄比亚建造糖厂 让每一个埃塞人早餐都能吃上糖的重任 卫塞是国头中城集团欧蒙三糖厂项目的经理 他亲身经历了糖厂建设的咨询 施工和运营管理的全过程 糖厂所在的南方州奥莫河谷 距离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900公里 沿途要穿越东非大列谷 途径多个原始部落 被誉为非洲最不发达的地区 项目建设环境恶劣 生活和生产物资全靠运输补给 去年旱季两个部落在营区附近发生枪战 激烈时在夜间都能听到枪声哒哒哒响个不停 在这里过往车辆被劫 物资被抢 不是啥新鲜事 此外 流行病也时时困扰着施工人员 施工高工期 每周都有几十人得虐体 大家每天早晨都会来这里看病 常年生活在异国他乡 卫塘最牵挂的还是家乡的妻儿 糖厂园区信号微弱 他得驱车五公里到附近的山上 才能跟家里人通个话 回想过去几年工作和生活的艰辛 魏涛也曾经犹豫过 甚至想过放弃 但放眼望去 偌大的园区里 他是唯一一个制堂专业科班出身的施工管理人 不想辜负团队对他的期待 更不愿被当地人和其他国际合作方看低中国制造的品质 魏涛和同事们咬紧牙关 众志成城 在短短四年时间里完成了欧梦二和欧梦三两座糖厂的建设 投产后 两厂的日均处理甘蔗能力合计两万四千吨 年产食糖超过五十万吨 按一勺糖15克来计算 产能基本可以保证让每一个埃塞俄比亚人每天的早餐里都能吃上一勺食糖 此外 糖厂的建成和生产还拉动了当地甘蔗种植加工产业等上万个就业机会 为当地人补充能量的同时 还给当地经济提供了造穴功能 负责糖厂的建设施工之外 魏涛还深入参与了对当地年轻人的技能培训 几年时间下来 魏涛多了一个英文名 Mr. Sugar Way 就这样 魏涛涛先生成为了糖厂最受欢迎的人 我们为当地工人提供培训 一般半年左右就可以变成熟练工人 待遇也会相应提高 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培训了500人次以上的技术工人 除了就业机会 糖厂承担起了不少当地的社会和社区责任 在过去 当地人只能就近取用河水 饮水卫生问题是巨大的安全隐患 而看病就更麻烦了 救诊人员必须步行数十公里路 到临近的金卡市才有诊所看病 这些问题在糖厂落成后都迎刃而解 埃塞俄比亚一个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走出内战阴霾 21世纪初才开始建设经济的非洲大国 如今在国际投资 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诸多项目的辅助下 开始焕发出新的生机 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的几年间 魏涛自豪地见证了中国企业建设的埃塞俄比亚非洲第一大水坝 第一条轻轨 第一条国标铁路等重大设施 作为一带一路项目的参与者与建设者 魏涛希望所有糖厂工作人员这些年的付出 能够为埃塞俄比亚的未来播撒下甜蜜的肘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